随着健康知识的提升 现代人大多已有食物多样化的饮食概念 但因为生活忙碌常常需要外食 那外食族每天如何选择各类食物 那分量的比例又应该多少 才可以达到营养均衡又能维持健康体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每日饮食指南 每日饮食指南 让我们了解每天因均衡摄取六大类的食物 包括颧骨杂粮、蛋豆鱼肉、蔬菜、水果、乳品、油脂 以及坚果种子类 但是每日饮食指南建议的分数 对于没有分量的概念的民众很难遵循 例如要判断肉类 一份多大块是很困难的事 那么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健康餐盘是个简单又容易的遵循方式 它是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专家 和哈佛健康杂志的编辑共同编制 将圆形餐盘区分成全骨类 蛋白质、蔬菜、水果四个区域 并强调使用好油、喝水的重药 传递饮食食语量的健康讯息 餐盘的左半部是蔬菜及水果 应占据你的餐盘二分之一 那蔬菜的量可以比水果多一些 选择全骨的食物应占据你的餐盘的四分之一 那全力的完整穀物有糙米、梨麦、燕麦、全麦、小米、高粱等 那蛋白质很重要 那应该占据你的餐盘四分之一 鱼肉、鸡肉、毛豆、黄豆制品都是蛋白质的来源 那限制红肉的使用不吃加工的肉制品 例如汉堡肉、火腿以及香肠 选择健康的植物油适量的去使用 如橄榄油、芥花油、苦茶油、葵花油等 不要使用部分氢化的油品 因为其中含有不健康的反式脂肪 喝水、多喝水 不喝含糖饮料 每天一至两杯牛奶 有台湾版的我的餐盘吗? 有的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在2018年设计了台湾版我的餐盘 将每日饮食指南的概念以餐盘图像呈现 让民众用拳头、掌心或者甚至是手指就能清楚 了解各类食物要吃的分量 也提醒每餐六大类的食物都要吃到哦 运用我的餐盘六句口诀 以简单、轻松的方式了解用餐时该取用的适当食物比例 家中有任何容器都能成为我的餐盘 只要摄取的种类、语量、适当 都是营养均衡的一餐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拳头大 那菜比水果多一点 饭与蔬菜一样多 豆鱼蛋肉一掌心 坚果种子一叉尺 一手掌握我的餐盘分量概念 营养均衡饮食超简单 我的餐盘外食技巧范例 中式早餐示范搭配 第一种搭配生菜烧饼夹猪里鸡肉 第二种搭配鲜酥玉米蛋饼及荷包蛋 以上搭配主餐都可以搭配一个小瓶牛奶 一拳头的水果以及一拇指的坚果 可以用黑白的芝麻直接撒在烧饼以及蛋饼上 西式早餐示范 第一种示范 鲜酥吐司夹猪里鸡肉 搭上一个小瓶牛奶 一拳头的水果 以及一拇指的坚果 那坚果的部分可以放入吐司中 第二种搭配 熏鸡生菜坚果汉堡 用一拇指的坚果夹上熏鸡生菜 再搭配一个小瓶牛奶 以及一拳头的水果 自助餐示范搭配 第一种搭配地瓜糙米饭 撒上一点点的核桃 搭配蒜香炖鸡肉 还有开洋白菜和五味秋葵 以及一份水果 第二种搭配五谷饭 煎嫩豆腐 番茄炒蛋 乳白菜 炒青花椰菜 以及一份水果 小吃乳味示范搭配 第一种搭配 干面 豆干 卤蛋 海带 烫青菜 一份水果 第二种搭配 蒸煮面 猪腱肉 五香豆干 高丽菜 木耳 一份水果 别忘了 餐后一定都要吃一份水果哦 用餐时只要掌握六句口诀 聪明选择食物种类与分量 不管是在家 吃饭 或者是外食 都能吃到营养均衡的一餐 从今天起当自己的营养师 我的健康餐盘 就从你的下一餐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